31. 新聞神報 美聯儲官員發表英派言論 2015年7月22日理財A24事件 韓國捷運交易商對美聯儲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升息的預期升溫 美元對一籃子貨幣觸及近三個月最高 美國公債收益率攀升 金價跌至1100美元之下的五年低位也增加了美元的吸引力 英鎊週一小跌 上週英鎊貿易加權指數錄得近六年來最大週到像幅 投資者等待英國央行本週稍後公布會議記錄 從中尋找升息時機的線索 英國央行行長卡尼上週表示 升息決定會在年底前後變得更加清晰 市場認為這暗示央行最早會在11月或12月升息 佳時 該行將發布季度通脹報告 者輔助推動英鎊貿易加權指數攀升至七年半高位 上週英鎊上揚2.5% 為2009年6月以來最大週到像幅 但英鎊週一小幅回落 對美元盤中足及六日低位1.5539美元 對歐元下跌0.5%至0.6977英鎊 英鎊貿易加權指數回落0.3% 歐元在1.0827美元原地特步 隔夜增足及1.0808的三個月低點 在債務協議將市希臘暫時留在歐元區之後 市場焦點重新轉回美國與歐洲貨幣政策分歧 希臘債務危機發展和中國股市動盪這兩個題材 過去一個月來讓市場緊張不移 而目前已處於次要地位 這部分反映在隱含波動率下降 美元對入元週二徘徊在五週高位附近 此前一位美聯署法官員的榜話題升了 聯署9月就可能升息的預期 美元對入元持平於124.35 與隔夜所觸及五週高點124.39非常近 美元進一步接近6月初所觸及13年高位125.86日元 美元從本月初觸及的120日元附近低點迅速爬升 但125日元關口可能難以逾越 本月初有關希臘債務危機 以及中國股市暴跌的憂慮導致資金湧向避險日元 技術分析 歐元每美元已經被拋售至5月低點的1.0819美元 下方上升趨勢線現位於1.0776美元 我們注意到日線圖上已經進入第13個波 這確實嵌視在進一步下跌之前可能會有一波小反彈 我們看法偏空 以敵破雲區支撐 滯後線已經位於雲區下方 在此情形下 雲區分析透露初買出信號 從6月23日起 趨向指標 就已經有賣出信號 平滑而同移動平均線 也在連以下 如果跌破1.0776 將潮30年信到底部的1.0560美元 使用後線圓目標繼續下行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